怎麼那個傢伙還沒來 可是因為他急性通知 我才衝衝幫忙趕到這裡 餵 我不干你的事 唉 這東西不能久持他也是知道 要是再不來的話 年輕人 你一直待在這裡賴著不走 目標知道我身上 帶有紫霜靈芝 啊 紫霜雲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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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啊 我曾聽師傅說過 紫霜靈芝世間 是他爭取藥材之一 須得用各社珍貴藥材來摘走 堅持重法極致防腐 因此非常震撼 唉 小姑娘先是道房 知道我這雲芝 難得 我就老是告訴你們好了 有了一百兩 向我買了一隻雲芝 約好在這裡碰面 結果我在持久後對方不治 須吃雲芝採下吃後 只能儲放七日 七日後面藥性全屍 成了尋常的靈芝 平安姑娘 你會演出貨 這雲芝 就以五十兩賣你 都能勝過它 變成廢物 如何 殷大哥 老實說這雲芝雖然非常珍貴 但它也要下用途為何 我也不怎麼清楚 要不要花這麼大筆錢買它 就要你決定好了 買啊 這藥材是可遇不得的 還是先買下來 或許以後用得早也說不定 好 就這樣買到了 好個妖女 都怪我自己老糊塗 才會一絲大意 中了你的暗酸 哼哼哼 其實你早知我並非凡人 只是想弄清楚我的底細 才會中了我這鬼影蛇雅 你這好奇的習性不改 遲早會送人掉這條老命 老夫本性如此 想來是改不了的 廢話少說 你到底有何目的 小事一裝 我只是想要知道 上古血神蚩友的幼腳 被封在這華山的何處 蚩友的幼腳 你這小小的妖魔 問這做啥 嘿嘿 我主人想知道此事 聽說神隱上的血世淵博 與古今神一法寶 了落執障 所以請我來請教 未必必要 其是求教之道 何況此物前年非同小可 你們一活一途不鬼 別指望我會說出來 那倒無妨 待我用鬼蛇穿爐探腦 你的所知禁術 會為我所得 那時你說不說 都沒啥差別了 只是像這樣活生生的 被我歇著腦子 小鼻滋味不會太過好笑 哼哼哼哼 你 那不是神隱上的前輩嗎 前輩怎麼看來一副瘦上的樣子 糟了 在他身邊的女子 選擇要對他不利 咱們快過去看看 哼 這是個關口 憑有些小鼻來 攪亂 你爸 鬼蛇探腦甚至廢死 待我先料理他們再說 咦 這些小虎子是 奇 咦 這是鬼蛇之陣 這女子不是反物 大家小心了 好久沒有機會練槍法了 別太照鏡 莫怪我們只有三個人 最好是節鎮而進 不要分散開來 鳳姑娘此言有理 尚光大哥 最後小弟先打頭正霸 也好 我長相可其遠 就為誰在你之後 怎麼上 咦 你們還不錯嗎 那這個如何 奇 野吃 小羽他們的攻擊力 知道了 遠大哥 你怎麼了 沒 沒什麼 你自己要小心 奇 又來了 這就是獅蟲 要小心他們的遠程攻擊 好 這裡 這個位置呢 叮叮叮 鳳姑娘小心 在你身旁的事 體大如褲 身作春孔之色 頭有一腳 這是 這是傳輸中的幻獸領取 林取 這玩意兒會不會咬人 如果是來找麻煩的 如果是來找麻煩的 就一併把他給批 不會的 林取是個性溫血的零獸 不過不太好人打交道 所以 欸 你怎麼一直往我懷裡秀著 像是要找什麼樣子 啊 莫非是我們 二天馬的紫叢雲姿 啊 我...我倒沒有想到 來 你要是這個嗎 叮叮叮叮 欸 你這貪心的小東西 我只讓你看看而已 你這樣把雲姿給吃掉了 沒關係 我用那個雲姿 反正就沒掉效 就算了 是用來和他交個朋友吧 叮叮叮 欸 那小龍姊可能有點奇怪 莫非 是醉了 喝醉 難道是吃了這雲姿的結果 糟糕 咱們可顧不了他 即使如此 先打過我眼前這場正在說 想不到 還無法打發你們 可惡 再來 起 好 好 拿到寶物回去必殺 可以結束了 好這樣就等回合而已 好 這一回合結束就沒了 好就這樣 好 那小東西走了 嗯 真是可愛的小東西呢 咦 這是什麼 那小東西的毛髮吧 就留著做今天好了 這些小鬼 還真有些鬼聞到 瞧我的腰法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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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算我輸了 咱們會不會有期 噢 噢 噢 這幾位少年 喝一下大酒 不然老球這場面 今日必定送在那妖女的手中 先目忙著提著這個了 長伯伯 你沒事吧 不過一點捨毒而已 剛才也被老球運氣壓住 待會兒扶幾顆 去毒去 這樣的藥丸 就沒事啊 咦 姑娘怎麼知道老球家姓 咱們以前見過面嗎 我是喊月啊 長伯伯 以前師傅才吸我來這裡做客 上次你送我的金會玄鳥 我還養著呢 哈哈 原來是你 沒想到轉眼間就長這麼大了 怎麼今兒想來看好長伯伯 還順道幫著長伯伯一個大忙 對了 敢問這幾位是 這下硬件品 這位上官兄乃是金城武官 我們是為了追查一件物件下落 和鳳姑娘 正常來向前輩請教的 啊 那些素妖竟然給你輕易打發了 不知我背中何時挫折的年輕好手啊 你們想打聽什麼東西 長伯伯 你所知道的天下知邪之物有哪些 嗯 知邪之物 那不外乎是吃油雙腳黑心鬼眼等幾樣 問這個做什麼 上官兄 事若已經黃標要寶 那物長約三尺 做長棍狀 所善邪氣能透過外裏的外國流 指殺諸神 時事大飛尋常 若人知道那到底是什麼物事 我們便能尋一間覺察其下落 或許還能設法這樣子奪回來 也說不定 長約三尺 做長棍狀 等等 莫非哪是 前輩 你知道那是什麼了嗎 剛才那女子對我 忽視偷襲 意圖逼問吃油又小的下落 還好你們眼看他的作用 老夫才能一擊將他逼走 如今時來你們所說的那樣東西 說不定就是吃油的腳 吃油的腳 傳說當年與黃帝相鎮的上古邪程 吃油乃是牛頭人身 其雙腳乃起协力之源 令他有無窮盡的法力 黃帝打扮了吃油之後 並斬下他的頭和雙腳 將之分埋三處目著 雨以封印 老朽不知左腳與頭骨埋在何處 但山左自己的右腳中 確實還是滑山 老夫也是搬來此地之後 才無意間發現的 這麼說來 被那殺人搶走的黃鏢 就是吃油左腳了 想到黃鏢是從地下發掘出來的 所在邪切如此之強 我想這大有可能 即使如此 現在威逼前面右腳下落的女子 很可能是當著搶走黃鏢的邪徒 是同一路人 只是他們為何要搶這東西 此等邪物法律 陪同小可 若是落入邪徒手中 等於拒增數十年的修為 若是如此也就罷了 難道他們想讓持有附身 這也太亂來了 他們為何想幹這種危害蒼生之事 搖血之徒齊心必毅 只是老夫隱居在此 對外面一切全然不倦 今日方之刺一刺刺 外面有點遲了 向野下政派人才積極 若有前輩去各派聯絡 聯絡約蒙 這群邪徒便在神通廣大 也剩不夠群毫同心協力 我們則先強行一步 去挖出那吃右右腳 三鞋物少了一樣 他們的經濟便無法得逞 此際也不錯 老夫這就動聲 嗯 田玄門 昆仑派 紫雲派 也應該會賣老夫這個面子 你師父那邊可是沒有問題 之後寫在盤田裡 集合各派好手 在等候你們的捷豹 僅尊前輩吩咐 那右腳蠻于一處荒谷之中 並不容易找到 待會我拿筆畫上剪圖 你們照著圖上小路行去 月末班日可到 事不宜遲 咱們這就進屋吧 嗯 我們拿到了領取的毛髮之後呢 就可以跟紫蘊 金玉和獸 獸魂石珠 那和到獸魂石珠呢 就可以裝備 然後可以召喚領取 那這個獸魂石珠 只能給風寒月裝 好晚安 好了 就這樣子 好感謝黑格 那送我蜘蛛就只能給風寒月裝了 好 老師還算不錯的配飾 裝備 好就這樣子 好 Stan